哈喽大家好我是夏 现在的话就是来到翡翠市场这一边 那么今天过来这里呢 主要的话是帮一位来自成都的粉丝 找一款香榭的一个戒指 他要求的话就是款式不能太普通 就算我自己不喜欢的款式都可以给他发 真的想不明白他什么性格可以做得那么好 先切换一下镜头 也带你们一起到里面去走走看 那么像这一种呢 也是戴上手很显女人味的一个款式来的 是一个满绿的一个葫芦 镶嵌这一方面的话也是比较豪华 但是说真的 这个葫芦的颜色呢还可以 就是形状呢就相对是比较扁了一点了 哇这一颗的话很漂亮 它是一个正圆形的 蛋面的话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色泽 底子很干净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散度 非常的耀眼 主要的话它这个钻石都是颗粒比较大的 这一边的话它是如果是设计两用款的话也可以 其实但是它这一边呢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戒指款 好美哦 这一款的话给价也是要16000的一个价格 款式颜色总水都非常的到位 圆蛋面的话他还不喜欢 他就是要找这一种个性特别的一个款式 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款 就是一个阳绿的一个五四排镶嵌的 其实这一种的话蓝色也可以佩戴哦 但是它这个圈口呢就不是很大了 戒笔这里的话是像了一些钻点缀的 但是这个料子真的特别好 很干净颜色的话也是很阳绿的 总水也到位 这个款式的话也是属于比较少有 主要的话它戒笔这里的话是做了一个小设计款的 上面这一颗呢就是一个随形的一个大面 颜色方面的话还可以哦 都是一个很细腻的 这一款的话也是有给他发过去 像这一种新型款的一个戒指呢 款式还是蛮好看的 也是配了一些环状的一个镶嵌 但是这一款的话刚才也是上手感受了一下 不太舒服这一种 倒也是找了一些不同形状的给他发过去 让他自己做选择 这一款的话总水非常的好 是一款皮修镶嵌的 这个的话用金用赚都是一个比较豪华的一个镶嵌 这个的话是8000的一个价格 这一款的话别说价格的话也不便宜 那么如果像平时的话 我一般都不会推荐这一种了 因为他的话是非常育人的一些款式 大面的话它是一个随形的 不过总水的话还可以哦 都是带漂花的一个料子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一种的话上手会不会很奇怪啊 女士带 款给价的话是一个8500的一个价格 不过说真的他们家的话还是做的比较多 其他就是不同的一些款式在的 都是很比较特色是吧 这一种的话就是一个撞款 不会撞款完全不会像这一种 我也没想到最后给他选的是这一款了 料子的话就不用说了 有种有色的一个品质 但是这个是什么造型 连我自己的话也看不出来 倒是这个款式呢 真的非常的独特 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款式了 土豪金的一个设计 都是用了一些蛮壮的一个围箱 圈口的话刚好也合适它的一个大小 都不用改哦 这就是缘分